新冠疫情來到最高峰 那麼衛福部疾管署就表示 過去七天平均每天 新增了244例的中重症 而且還上升了17% 死亡平均新增加了28例 也雙雙創下了中重症通報以來的最高記錄 那麼疾管署就評估了 目前每天大約是新增23000 跟28000人染疫 那麼這個禮拜將是疫情最高峰的時刻 整個六月都會處在高點 公衛專家也指出包含流感 也是因為免疫負債持續的升溫 再加上這端午廉價又即將到來 也呼籲了慢性病高齡的長者 這樣的高風險族群 出門還是要全程的佩戴口罩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